编程风 作者安方侄子 翻译彭义 张开双臂过了吊桥就真的能编程风吧 身体一点点透明起来 最后身姿消失 就只剩下声音了吧 然后就能飞到任何地方去了吧 编程风 编程风 我要编程山峰 小叶总是一边这样唱 一边张开双臂 试着冲过吊桥 差不多都失败了 只成功过一次 有一天 小叶一阵猛跑 当跑到桥当中的时候 身子一下子变得轻了起来 脚悬在了空中 接着她就变得能像在空中游泳了一样 啊 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变成了风的啊 小叶想 我果然是山老的外孙女啊 这么一想 她快乐无比 小叶一下子就飞到了山谷 山谷里的水闪着光 夏天的绿草泛起了波浪 天是那么的辽阔 太厉害了 再快点 再快点 小叶渐渐地加快了速度 向前飞去 当她飞过了三座山的时候 突然飞到了一个散发着一股 无法形容的香味的地方 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甜甜的香味 扑面而来 她这才发现 下面是一条开满了百合花的深谷 从悬崖一直到谷底 都覆盖着白色的百合花 小叶突然觉得一阵头晕 闭上了眼睛 于是 小叶失去了平衡 身子挂到了枫树上 虽然变成了枫 身姿消失了 但那只不过是人的眼睛看不见而已 小叶自己还是知道的 小叶坐在枫树的树枝上 俯身瞧着美丽的百合谷 一朵朵百合花是那么的洁白 就好像是用段子做的一样 多么高雅的花啊 多么晃眼的花啊 多么矜持的花啊 也太漂亮了 小叶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 百合花们用矜持的声音齐声喊道 风 风 哎 小叶在树上回答 于是百合花们就唱起了歌 风 风 把百合的花香烧走 烧到决赛山的山顶 快点 快点烧走 听了这歌声 小叶才恍然大悟 风 能烧走花的香味啊 啊 多么好的工作 我知道了 小叶这样叫了一声 在百合花上慢慢地兜了好几个圈子 他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吸了一肚子的花香 手和脚 还有头部都浸透了花香 这才飞了起来 飞啊 飞啊 它变成了一面鲤鱼棋 在夏天那让人喘不过气的绿色中向前飞去 蕨菜山意想不到的近 因为是在天上飞 所以特别近 被山树覆盖着的蕨菜山的山顶冒出了一道烟 是谁在生篝火吧 一边想 小叶一边坐到了山树的树梢上 俯下身朝林子里看去 篝火已经快要熄灭了 它的边上散落着几个银盘子和杯子 像是有谁开过茶会似的 谁呢 小叶猛地跳了起来 朝远处看去 一群白鹿在昏暗的山树丛中排成一列 正在远去 打头的是两只鹿 右边的是一只脚上带着一顶小小的金冠的熊鹿 左边的是一只头上装饰着白色的丝石竹花的瓷鹿 啊 鹿的婚礼 小叶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 是的 在蕨菜山举行了婚礼 所以才燃起了篝火 烧开了水 开了茶会 才列队前进 小叶喜出望外 追了上去 在鹿的队列上方慢慢地多着圈子 恭喜恭喜 没多久 这一袋就裹在百合花的花香里了 鹿们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啊 再也不会有这样美丽的婚礼了吧 裹着百合的花香 静静地走在夏天的绿色中的队列 小叶一边在鹿的后头追赶 一边想 变成风多好啊 鹿们走下山道 越过一条小溪 又朝山上爬去 又朝山下走去 渐渐地加快了速度 最后奔了起来 快得如同一道白色的风 远去了 只能看见打头的鹿的金冠 像一枚小小的金戒指一样闪闪发光 喂 小叶喊 好好的啊 幸福的啊 送走了鹿群 小叶这才悄悄地朝自己来的方向望去 连绵起伏的群山那边 正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紫色之中 该回家了 该回家了 该回爸爸那里去了 一边这样想 小叶一边在山上嗖嗖地飞了起来 喂 风呀 你去哪里 山树们一边摇一边喊 小叶挥挥手 回答道 回保温泉去了 飞了一程 恰好飞到鹿门刚才开茶会的地方 小叶看到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东西 昏暗的树林下面 有个小小的红东西亮了一下 是个丝带形状的东西 不知怎么搞的 它给人一种插到口红色信号灯的感觉 一闪一闪地晃动 什么呢 小叶悄悄地落到了林子里 定睛看去 有人 也就是说 有一个系着发光的红丝带的小人站在那里 他的头发是灰色的 衣服也是灰色的 个子比小小孩还要小 脸却皱皱巴巴的 像个大人似的 小叶打了个冷战 害怕地招呼道 你是谁 想不到他抬起头来笑了 哎呀 是疯啊 是一个大人的声音 然后他说 你和我是不期而遇者 我们从过去起就是朋友啊 不期而遇者是什么意思呢 小叶想 这时 那个小小的 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人晃了晃脑袋说 你看 我会一点一点的变大 说完 他开始唱歌 一开始是小丝带 然后是中头巾 然后是大脾肩 到最后 蔓延蔓延蔓延 蔓延开来成了红布 小人边唱边跳 只见小人的身体变大了一点 红丝带也长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 丝带变成了鲜红的头巾 红头巾紧紧紧地蒙住了小人的脑袋 又一闪一闪地放光了 这时 传来了一股焦虎味 还有像是树炸裂开来的声音 火 小叶顿时就明白了 这一定是一个火精 只有火与风才是不弃而遇者 小叶只不过是从路留下来的那堆篝火上飞过 就把已经快要熄掉的火给唤醒了 小叶屏住呼吸 轻轻地往起一跳 小叶只是这么动了一下 红头巾就好像又长大了一样 你和我是不期而遇者 我们从过去起就是朋友啊 小叶在让人毛骨悚然的歌声中飞了起来 往上 再往上 用力地飞翔 不好了 要发生山火了 小叶一边朝保温泉那边飞 一边喊 小叶早就听说过山火的厉害 像什么在山里干活的人丢下的一个烟头 就把整个一座山给烧光了的是 篝火的火种渐渐地蔓延开去 一直烧到了村子里的事 他知道 不管火一开始有多么小 如果放任不管 就会星火燎原 再也扑不灭了 小叶后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说不定在自己回去报信的功夫 那个火精就会变成一个成年人大小 不 岂止如此 说不定会变成一个骇人听闻的女巨人 红头巾变得有披肩那么大 一个红披肩飘飘扬扬 在山上奔跑的女人的可怕身影 浮现在她的眼前 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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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延开来成了红布 奶奶 小叶在保温泉巴士站的上方 大声叫了起来 可当她发现自己变成了风时 慌成了一团 如果变不回去 快快 她焦急万分 红披肩的女巨人的身影闪了出来 熊熊燃烧的大山浮现在眼前 小叶大声地叫了起来 着火了 着火了 决赛山山顶着火了 就在这时 小叶的耳边传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 小叶 小叶 哎 像往常一样 小叶大声地答道 于是 那个不可思议的声音说 快 快落到吊桥上 然后缩起身子朝前跑 缩得小小的 缩得小小的 像球一样的朝前跑 小叶照这个声音说的去做了 降落到吊桥上 一边缩起身子朝前跑 一边想 刚才那个声音该不是妈妈的声音吧 变成了风的小叶的耳朵 听到了变成了风的妈妈的声音 妈妈正在呼唤小叶便回到原来保温泉的女儿的模样 夏天的风 从缩起身子像个滚动的球一样过吊桥的小叶的背上掠了过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小叶看见了自己的脚 看见了自己的鞋子正使劲地踩在木头吊桥上 变回去 变回去 变回原来的模样 小叶过了吊桥 终于直直地站住了 这时 远远地响起了火灾的警钟声 奶奶 咯吱一声推开保温泉旅馆的门 小叶冲了进来 奶奶 奶奶 进了门 啪哒啪哒地跑过长长的走廊 回到厨房一看 小叶的奶奶正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外面 小叶 好像发生山火了 奶奶不安地说 绝菜山的山火还没有来得及蔓延开去 就被扑灭了 虽说第一个发现着火的好像是一个孩子 但谁也没有看到过她的身影 听到从天上传来了着火了着火了的孩子的声音 村工作的人为了慎重起见 坐直升机一看 才知道真的着火了 幸亏发现得早 没有酿成一场大火灾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天晚上 奶奶一边磨米一边说 小叶坐在奶奶的身边一边擦盘子 一边想说 是我发现的火啊 可她还是闭上了嘴 然后她在心里想 今天变成风真好啊 不只是发现了山火 还为鹿的婚礼送去了百合花的香味 而且还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不过 小叶想 唯有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火睛 我是不想再见到第二次了